我们在路边看到了一个小房子 它有一个那种老子驾车 特别有意思 我们继续往前走 今天这天真不全 是吗 是 我们已经到Golf了 到Golf的这条路了 真可爱 终于找到了一个停车位之后 就先给大家看这种小吃友的感觉 今天的话就会去爬一个小坡 之后大概的位置可能在那一边 所以我们停了all the way 找到一个停车位 天哪没有想到我们还能 Camprouse一棵柳树 点个赞 证明一下我们找这个地方 真的是找的不错 竟然有这么专业的人在这边拔船 天哪 我们终于到达了这个小牌子 接下来就按着这小道走了 想说这边的人实际上也特别爱意留记 就这种一般篮子上显得全是 这种这样的小东西特别可爱 有没有 小瀑布从这边下来 都不知道外不它这个水河 它真的有点滑 完之后到这边之后 一个小瀑布下来的感觉 它这边看出去这种石头连山的状态 挺神奇的 给大家先看一下这整个的瀑布的感觉 完之后 它这边的走路方式跟那边是一样 都是左右走给你一个指号行事 它这边有一些道路直接给你下去的路 完之后我估计这个路是这么下去的 往上走 发现这边有一棵树 完树上都是这种小蘑菇 太可爱了 都是小蘑菇 完之后我们稍微探险了一下 就大概到这了 虽然就有点可惜 就这个水不太干净 所以但大概长这个样子 完之后我们就顺这种小石头 再按原路回到原来的位置 说实话实际上我们来这位置 属于一种否逼的 它不太样的 在这边就太危险 但想大家摸一下这边的树什么 就觉得几百个人应该都已经摸过了 就这个地址 就是说没有人遵求法律规定 他这边说 如果你意外穿过去的话 就是很有100块钱的 1万块钱的法金 但是就不被发现就可以 他这边都是这种小道 实际上还是挺陡的 所以他不太适合 就是稍微 我觉得上了点年纪的人 就这边比较适合 可能当家礼壮 这种还觉得很有情可怨 对 这边的hiking一般都是什么呢 就这边有一个非常陡的一条下层路 反正这边给你搭一个小桥 你可以这么下去那种感觉 小步步大概从这下去 完之后当当当当当 你就往下走 这边挺可惜 它这个水真的看起来水质不是很好 边上特别适合听着声音去走 但真的不适合看 这个就是很现实 到达能看不看到 到给大家听一下这个声音单纯 我们现在到这了 中后前面说好像是个自然保护区 到了一个小树 完这树倒下 但底下又长一些 我感觉是魔物 有很像木耳的东西 给大家看一下 近景 大概长这个样子 来到了一个这边著名的景点 就是他们都是买这种石头小人 完之后给大家看一下 这么多 特别壮观 给大家看一下小近景 觉得挺可爱的那种感觉 我想说一下 就这个草丛完全没有秋天的感觉 就是绿 还有有的绿 大家能看什么 就是纯夏天 完之后 但这可能天气 实际上现在已经比较凉了 official的温度 可能能下10度 呃 零上10度 但是 呀 估计过一段时间就不能这样子 来给大家看看这种小绿感觉 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 就这个标志代表说你应该往左走 所以就是你往左看一看就有人从这边走 但实际上你看路线 就这边正上还有一条路 就说明啥呢 鲁穴那句话 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 这边看过去的感觉真的特别的帅气 现在到达了这个小桥 估计过去之后又是一番风景的感觉 哇 好帅 把阳光照下来的那个感觉 太帅气了 觉得这一路上蒙古特别的 我们现在发现了两个黄蘑菇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这是啥 但是有可能是最开始新的灵芝还是啥 后面也有点就这个隐藏的 这边还有各种各样的蘑菇 我这又多了一种发现 我晚上又发现了一种蘑菇 看这都像Eater某的 我们又发现了一种蘑菇 看这个小蘑菇 这个就很白 小白蘑菇感觉特别舒服 现在左边看见这种树树的感觉 特别有趣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现在来走一个准准的上坡路 在这边 给大家看看山上长啥样 我们现在大概就是说是从这边 再再再再再上到这儿了 完之后 现在继续往山顶上走 看一下本来这条路是不应该走的 我们刚才就是走了一个 这个算是怎么说呢 这个近路吧 但实际上这个近路是一个大概来说45度左右的一个斜坡 给大家看一眼 就是你都能看到我们来时的路是在 就是给大家看一下 就我们上的是这个小斜坡上来的 大概真的45度斗 完之后你要远远走走走走走 这边还有一个路能走上来 那它这个有点好 但是我估计是离 但是可能烂了 树的话应该是这顶上的某一棵树的感觉 我们现在到达了一个接近于平地的平地 可能已经出森林了 我觉得完之后现在对就继续往前走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苗窝在哪 大概在这儿好像是完之后用小鸟叫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 我又发现一个这么小粉颜色的某 大概就这么大不到一个手指大小 完之后这边有一个 特别可爱有没有 现在我们的小蘑菇合集 又抓到一种新的蘑菇 我们又发现这个小蘑菇 它特别可爱 中间是白的 外面是弄聚茶型的红色 这个中间有点像新星 终于发现一个小白蘑菇在这儿 这也是新型的蘑菇 这边的话就已经开始有人可以骑自行车 反正我们现在经历了一个小轨道 这个轨道的感觉 就特别像我之前说 那眼中的世界 那个电影里那个感觉 有火虫子这边开过去 很好看 就想说这边竟然还有一个小溪 真的是还可爱了 这边路现在就开始有一些 不是特别好走 反正就是都是这种 一向一台台阶的时候的路 现在发现了一堆特别大的蘑菇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这有多大 这么老大都是蘑菇 这远处还有一个大蘑菇 那这边也是各种 这蘑菇 这都是一个蘑菇这么大 我觉得够吃一顿的 远处还有一个在这儿 我这边就感觉 你可以思考一下 人生看这个树长的 特别舒服 反正这边又有一个小喷泉在这儿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水相对来说 就比那边轻一些了 看到有地方突然写到这个东西 我不知道是啥 我们打开看看 打开它看一下 看这个写的是啥 目前这边是一个石头 应该是有什么特殊意义 我打开看看 ok I think 应该是有人在这边留了那种笔记 就如果你想写可以写一下 你看看他这边 就是写了个book 之后你可以留一些眼 像他们今天 今天实际上是26号 25号还有人写 主号24号有人写 天呐 ok please share a memory of two from this hike we hope you enjoy writing and writing stories and hi no matter how star or long oh that's so cute ok ok 那我们现在写一下我们今天的 在之后吧实际上是个小水扑 有两个小湖 说这里面一定有雨 我们看看哈 有那种芦苇特别好看 完之后这一圈都是小芦苇的感觉 可以给大家看看这个状态 到这头也是 是那种小芦苇特别好看 就非常peaceful那种感觉 这边大概就长这个样子 觉得还挺可爱给大家录一下 就实际上没有什么太高的树 完之后都是一个平原一圈打上去 完之后有一条小道 完之后这边可能有点农民什么东西 特别伤心 就起了就被蚊子咬的包 就是野外爬行的一个问题 对 我们刚才这个道走走嘛 之后就用什么感觉 就是你回到了文明社会 刚才从那个处大概就走完了 之后现在开始往家走 对 就是说一下什么能够融化我 就是一走一过 看了一个小秋千在这 真的我就能融化我 对 好好玩 停了停了停了 看一下就有人比我还有同学 完之后就在这个小秋千上 弄了一个小芯特别可爱 完之后可以从这边下去 在这边啊 就一直以为自己的小芯特别是 小芯特别人 不让你走起来